深眠藥 深夜大長篇 LAST SING 第二集 無論是打字還是錄音 RIP 都沒有意義 喂 你們下班了沒有? 你們昨天又說不會害怕 怎麼整天沒回應我 喂魚海 我下班了 沒有啊 要時間消化一下 對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不知道說什麼? 其實你們是不是 不相信我說的話 本身這樣的事 正常人都不會相信 但是呢 你說完之後 我記得昨天我看了一宗新聞 我還記住了 青年家中換電話突然撕死 我看了一宗新聞兩眼 應該就是你了吧 是啊 是啊 就是這件事 你 你現在相信我吧 新聞都賣光了 怎麼可以不相信 唉 唉 只可以順便 你自己啊 但是這樣說是不是好像有點古怪 喂 你不要瘋了張日寬 唉 我也有看到一宗新聞 有嚇到死者的資料 但是不要玩啦 鬼跟你message 大台劇來的 想想都有不同的可能性 最可能呢 就是有個同名同姓 同年紀的人過了生 魚海拿人來玩 唉魚海你這傢伙 沒見幾年啊 這麼幽默啊 看完新聞都懂得 看幾年沒有update的group 整顧一下我們舊同學 怎麼了你 好閒嗎 我部門都要過office boy 拍一下印的那些呢 你做不做先吧 喂 不是呀 楊家儀 你做新聞的 你沒有對過死者的照片嗎 我隨便上網搜尋一下 都認得是魚海啦 來 寫一張照片給你了 我知道 我有看過連結 看過那張照片吧 但是 這麼多年沒見 可能是有個人跟魚海好似的樣子 魚海你不要拿我們來玩啦 楊家儀 在你心目中 我是這麼無聊的人來的嗎 不是 以前不是咯 那我怎知道 你這幾年受了什麼刺激 喂 不是呀 我家小學 最近有迫我們的老師 聽聽那些什麼心理講座 你這些叫不知道什麼 什麼Daniel 總之是一個自我防衛機制來的 拒絕成一些你不願意相信的事 你做報紙總編輯 要求證 真是簡單過小學生做小賊啦 Denial呀 張日闊 唉 你聽完講座 你都讀不到英文 你學什麼人講心理學呀 你有這麼聰明 以前大學考試 就不會不過意啦 嘩 無緣無故人身攻擊都有的 你無緣無故拿出來說把鬼嗎 喂喂 Marriette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呀 先踢一下她 不用啦 踢不到她的啦 她被我嚇得 quit了group啦 認識得最久就是她 quit得最快都是她 蛤 嗯 喂 等等先 我group admin來的嘛 即是什麼 群組管理員啊 好大power的 她沒得走的啦 讓我add回她進來先 她走多少次我add多少次 喂 喂 不用逼她啦 你看她又quit多次了 不行 這件事是大家的事來的嘛 你死了啊 都還跟我們這班舊科迷傳訊息 不簡單 直到要唱一首友誼萬歲 讓我再add她先 唉呀 你是不是玩東西呀 張日芳 你是不是靠害呀 魚海呀魚海 我沒害過你的嘛 不關我的事的 你不要搞我啦 我幫你不到的 我呢做媽媽要養呀 喏 我KOL來的而已 我最多就是出名一點 我真的沒有東西幫到你的 喏 你念在 我們又是中學同學 又是大學康明 知道現在 你放過我啦 這樣啊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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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喏 平時我打出來的 今次呢 我第一次用audio note R.I.P.的 我好有誠意的啦 你幫過我啦 喂 大家認識了這麼多年 要不要這麼害怕呀 魚海呀 都不會恨我們幾句R.I.P.啦 這麼好的朋友 他怎麼會害我們呀 什麼呀 你有沒有看劇的 那些人死了 還有鬼聲情大變的 那些魔鬼呀 妖魔鬼怪你明白嗎 那你聽下去呀 魚海說話都跟平時差不多 哪有說性情大變呢 喂 好啦 你們不要再爭無謂了 喏 我消化了你們說的話 OK 我承認 剛才我是自我防衛機制 我查清楚了 我承認是真是 是真是魚海死了 好 喏 那我們一起冷靜一點 啊 魚海 那你死了啦 在WhatsApp找我們啦 都應該是有些原因的 是不是 是不是有什麼未了願 要我們幫忙呀 喏 我OK的 不用跟你見面的話呢 我都可以盡力 幫你圓了個心願的 那麼多年朋友 請一兩日的 沒什麼問題的 啊 哈 我又真是沒什麼未了願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搞什麼 為什麼無故會出生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在這裡發訊息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死了之後 現在就來到這裡 我猜是陰間吧 這裏好像沙漠一樣的 如果你想知道 那天是紫色的 好大風呀 我一路向前走 周圍有什麼人都沒有 然後隔一陣 無緣無故就有部手提電話在我手上 我一按著它 見到是11點 就是我臨死的時間 可以用的就只有 這個SendMessage的App App裡面就只有 我們這個Group 然後當時間到凌晨6點 電話就會自己消失 我有一個人在沙漠走走走走走 晚上11點左右 那一部電話又出現了 當中究竟搞什麼 其實我又真的小小概念都沒有 你們可以幫我想一下 未了完我就真的沒有 蛤 沒有那些什麼牛頭馬面的嗎 還有陰間是沙漠來的 沒有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上了天堂 還是下了地獄 其實 那我再消化了一陣你說的話 我覺得呢 當中一定是有些原理的 我也不介意幫你想一下 為什麼會出現你這個情況 不過呢 現在就有些事 那 我答應你啦 明早睡醒 幫你處理一下這個是什麼問題 好嗎 之前呢 我份報紙庫刊 都有做過一些專題 都有些是跟通靈有關的 我看你打電話去問問那些人 OK 楊佳怡 我不怪你啦 從小到大懶有邏輯的 什麼高層身 你用一下你的腦子想一下 現在有個死人的訊息給我們 不合理的 抱歉啊 乳凱 不抱歉啊 我呢 不是說你死了 那 呃 但是你真的死了嘛 那 Anyway 我覺得呢 就不如被一個quick group 因為呢 我就 真的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幫到大家 首先 那之後 我們就逐個逐個quick group 之後魚海就沒有了group 那就不用煩了 那 那你就可以專心一二 在這個陰間沙漠那裡走 那你就不要再你那部電話了 那還有啊 我媽 你記得的啦 那她開花店的嘛 那我就叫她弄一朵花給你 幾棵 那 菊花好嗎 好啊 哇 Marian 你真是聰明人典範來的啊 你這樣都說得出口 你不要裝傻了 楊家宜 你是不是想一路煩下去啊 sorry啊 魚海 no offense 我不是說你煩啊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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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麼冷靜? 喂喂喂喂喂 你們兩個不要吵啦 我又發現到些東西啊 怎樣啊 說你又說吧 要斷開些Message 蛤? 你拍劇啊? 你搞完怎樣啊? 我剛剛呢 看下相關新聞啦 除了魚海啊 那天原來還有另一個人 在差不多的時間 無緣無故有多絕死啊 那個人呢 叫六月盈啊 蛤? 六月盈? 那就是以前最開的那個是June? 失眠藥 深夜大長篇 Last Scene Oscar 是魚海 Anson Kong 是張若歡 Yanny 是瑪莉欣 Jace 是楊佳怡 創作及製作 Oscar